2023年7月30号 A股周末都是利好 没有利空 下周或者明天 我们的A股还能够再出中大阳线 让散户朋友们再吃口肉回口血 这里先说结论 周三之前记住 在周三之前 A股应该还会有一根中大阳线 明天A股小阳线的概率也比较大 为什么这样讲 到底又是哪些利好 接下来我们详细说一下 你也可以验证一下 对还是不对 接下来内容比较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认真仔细听完 首先 A股我们最近一直看涨的 还好被老师蒙对了 总体还是可以给简单老师点个赞的 这起码在股市极弱 隐喻下跌的时候 我们还是坚定看涨的 我们上半年股市看震荡 下半年股市看上涨 在讲到中大阳线的时候 讲到了大阳线看三天 你看上一次出一个大阳线 简老师讲 等周四周五 周四周五假如多头墙 那周四周五就应该出大阳线 结果出来了 同样的道理 周五出个大阳线 到下周三之前 还是看三天 这是超短线 资金主要就是看这些 超短线 因为现在呢 还是属于什么 还是属于一个 朦胧阶段 这个朦胧体现在什么呢 体现在 你看 这个A股冲上的热收 这个A股冲上热收 是涨上热收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什么 杨阳 王储然 魏大军 破号 六播放记录 然后呢 就是热收榜 热收榜 这个第24名 A股 这个是52179的热度 52179的热度 也就是热 就是A股啊 在连续两个大阳线过之后 A股已经冲上热收了 那么冲上热收 过的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冲上热收的结果就是 涨一天前散户 绝对不可能是假象 但是涨到第二天的时候 散户难道要变盘了 这就是A股现在目前的情况 在出第一根大阳线的时候 很多人说 哎呀 A股还要再跌 A股不行 对吧 绝对是假象 但是当两根大阳线一出来过之后 那么现在散户是到什么 到第二个阶段 难道要变盘了吗 散户在犹豫中 它就不会变 它就不会说不行 它就不会说下跌 因为散户还没有进场 散户还有很多子弹在后面 比如说这个周末A股已经冲上热收了 5万多的热度 那冲上热收总会有一些 过来接盘的人 是不是 所以说才只是到第二个阶段 A股什么时候见顶 要到六根大阳线 涨三天 散户要买一点试试 比如说中山之前 再出一根中大阳线 那散户就可能要买一点试试了 等到涨到第六天 散户 老板我不干了 这破工资太少了 这就是A股见顶之事 因为国家也不允许 大家都不工作都来炒股 对不对 所以说A股目前来看 没有问题 处于第二个阶段 散户还在犹豫中 还在迷茫中 而且叠加A股冲上热收 这个后面的子弹还有 后面的这个散户还要跑步入场 所以短时间内下不去 周末的利好 就是美股 美股总体涨幅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美股涨幅比较好 今天在两方面 一个是美国的中概股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大涨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大涨过之后 连港股现在也进入技术性牛市了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全线狂飙 可以说是盛业 什么小鹏汽车 力量汽车 很多从底部都是翻倍了的 我们A股的行政员还没怎么动 美国的科技股大涨 对于我们周一的科技股是好事 因为大金融涨过了 大消费涨过了 那大科技还没有涨 总的要有一个大科技带领的 A股的强劲大反弹 对不对 美股大涨过之后 新加坡富士A50涨幅是0.6几个点 所以说周一 A股市值得期待的 再讲一下其他几个利好 其他几个利好 就是周末 周末要开会了 对吧 开会了 召集头部券商开会 就活跃资本市场 及提振投资者信心征求意见 看到没有 就是头部券商 怎么样活跃资本市场 怎么样提振投资者信心 征求意见 那既然征求意见 过两天就应该有实质性的措施了 过两天就应该有实质性的措施了 那么短期的测试 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 补齐监管漏洞 要规范离婚等 绕道减持 这也算是建言线策的一种 对不对 这也算是补齐漏洞 再包括活跃资本市场 要打组合权 券商建言 期待更多提振 信心的举措 这个所谓的组合权 包括在投资端 融资端 交易端 等方面 要出连续的利好 所以说A股接下来 真的要活跃起来了 而且A股活跃起来的原因 假如说只是说活跃资本市场 你这个听一听就算了 就不用太当认真 但是你通过最近一段时间 A股上涨的公司板块 你会发现 其实活跃资本市场 涨的就是中特估 这也是从房地产 房地产土地财政 转移到股权财政的一种 对吧 你看证券银行保险 酿酒 包括石油石化 大基建 它都是属于中特估的一种 所以说是全面提升中特估 所以说这个 又换了一个名词 叫活跃资本市场 但涨的都是中特估 所以总的来看 A股利好还是偏多的 在A股提振的情况之下 北巷资金在疯狂涌入 上周一口气涌入了400个亿 其中周五就流入了164个亿 还是买了他们喜欢买的一些酿酒 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持续的大涨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以开笑 在持续大涨的过程当中700多只基金收复失利 金融地产基金成为大赢家 上半年大赢家是科技 比如说什么游戏 下半年大赢家是什么 金融地产基金成最大赢家 但是金融地产 最大赢家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金经理 叫李贝 结果他割肉了 就是房地产割肉了 割肉之后一口气就涨起来了 房地产就涨起来了 这也是割到了低点 那么总的来看呢 都是一些利好 而且房地产最大的问题 刚才讲到房地产基金和金融的基金 房地产的基金呢 这里呢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合肥 合肥为避免公贪面积比例过大 而要经济探索商品房销售按照套列面积计算 这个厉害了 大家知道这个每个房子其实都有公贪面积 包括什么电梯之类的 他这个要是按照套列面积计算的话 那不相当于房地产变相降价吗 所以说房地产呢 他肯定是有这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利好 各种各样的利好 房地产应该也是要助底了 我们对房地产要求就是说 不要拖累经济就行了 你不择望房地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不要拖累经济增长就可以了 合肥作为这个霸都确实很牛 这还是第一次按照套列面积计算 这实际属于变相降价 当然这个只是探索阶段 不是说最后有一定能够形成 那么目前呢 我们国家的公募基金呢 现在属于公募基金发行份额是比较少的 截止到2023年的7月 你看这个基金发行份额已经相当于没有了 相当于没有过之后呢 未来都是好的 都因为它已经跌到低点了 你考试都考0弹了 那未来随便考一点 那也是属于上升阶段 所以说呢 对于未来 一旦基金发行顺畅过之后 又源源不断的子弹了 源源不断的子弹过之后 那么A股就具备上升的能力了 最关键是目前老美加息已经结束 老美加息结束过之后 我们的人币汇率 未来只有可能升值 不太可能降值 因为老美到时候还要降息 老美降息 老美降息 人币汇率升值 人币汇率升值 一股好日就来了 所以说这一波牛市 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 从大结构上来看 我们的股市已经好多年都没有涨了 真的 2014年和2015年 当时老师还是在的 你要算从2015年到现在为止 我们股市已经整整8年没怎么涨了 已经整整8年的时间没有怎么涨了 那么8年的时间没有怎么怎么涨 这一波标起来 那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主要的方向 还是以租特股为首的 什么大金融 大消费 我们下半年主攻的是 大消费和大金融 上半年涨的主要是大科技 下半年主要是大金融和大消费 其中 券商板块可能将来还是一个比较做的重点 这里就要讲一下股市炒作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上涨 大家都涨 然后再进入分化 目前的券商还没有进入第二个阶段 就是分化 比如说券商现在都在涨 那过两天你看有些券商在涨 有些券商在跌 那其实可能就收尾了 然后到有一天券商集体大跌 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券商板块 它就算见顶 你看在历史上 见顶它要振好长时间 看到没有 见顶的话 它也要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看到没有 每次见顶它要振荡的时间 非常非常久 想一下子完全见顶的可能性 利用不是很大 但这一次的券商上涨 比前几次的 它的可靠性更大一点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重点一个酿酒 一个是券商 大消费和大金融 下半年的行情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假如说你保护不好 可以来多天运行直播 直播时间是每天早上 9点15到10点半 下午是1点到3点 晚上是8点半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